被戏称都是台北市长柯文哲身边的重要女人 柯P夫人陈佩琪跟前北市府副发言人黄敬寅 在今天先后到了台北花市 配合花卉公司的活动宣传 黄敬寅首度证实将会在年后回国北市府 来担任副发言人的职位 不过外传她已经点头出征2022市议员的选举 她则不愿意证实 我今天任务要把这五种花财买齐 建兰 牡丹菊跟叶柴 还有一些银柳跟百合 过年来买花学姐黄敬寅宣导花市也能电子支付 却遇到尴尬局面 老板我要付钱 那我要用电子支付 要用电子支付 有啦有啦在这里电子支付 好 调立成功 老板我要先问你们有行动支付吗 有行动支付吗 老板老板不在 所以没办法查到我们的金 连跑两间店付款都卡卡 直到第三间老板才完美达标 请问你有行动支付吗 有 可以 太好了 太老板有 年后会回到市府工作 继续回到原本的工作职位上 继续服务 然后继续在副发言人的位置上学习 首度证实年后回任北市府 只是民众党在2022大选 将要开疆拓土 传出党内征询黄敬营 已点头 出征士林北投区议员选举 但学姐本人没证实 才刚选完一个局嘛 所以就是刚选举完就稍微休息一下 那其实两年后的事情 我觉得之后再说 那现在就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好 两个小时前 柯文哲妻子春贝琪同样来买花 但常在脸书发文痛皮民进党 面对敏感政治题 这回很低调 就怕又让先生增加无谓正义 陈培琪选择少说话多买花 接着陈武奖的林佳龙 周伟杰 台湾部导